曾仲穎從大陸 湖州到台灣以後 考進了台灣廣播電台 當為播音樂 二二八事變以後 從牢獄裡面被關出來 變成走到音樂過來 就是餵了一口飯吃 從牢獄裡面被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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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個時候在上海沒有飯吃 我就一個人跑到台灣來 一個人 其他都我家裡的人死掉了 我台灣沒有職業 就是這團吹小喇叭 叫做海風這團 那個時候其實他也不懂 就稍微會把那個小喇叭吹響 簡單的音啊 所以隨便吹一吹 這段時間裡頭 他當然巡迴全台灣 所以他收集了很多台灣的民謠 他貢獻最大的就是 把歌仔戲的變奏 另外的想法 把它變成不是很悶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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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仲瑩老師他 他寫這些歌仔戲的心調呢 他把中西的音樂元素 他可以很自然的融合在一起 歌仔戲人家前我寫的 我專門的改變 楊麗華歌仔戲要播出的時候 小喇叭的聲音一出來 就好像一個催魔笛的人 就把所有的人全部引到室內 原來這個我們從小聽的這個東西 就是曾仲瑩老師做的 其實他對歌仔戲完全一竅不同了 他也很少去看歌仔戲 他在大陸反而看得黃梅調啊廣東戲看得多 類似昆曲那種很柔很柔很優柔的那種 拿那個來創作 就是因為他不懂得歌仔戲 就反而創新出來 在一個不是科班的人 能夠有這樣的一個成就 那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那我記得我小時候呢 經常街頭巷尾都可以聽到這一首歌 寄叫流淒 一顆流星 從這裡流到哪裡去 那流到哪一邊呢 不知道 其實也有一點暗暗的隱喻 他自己漂泊的人生 很多的戲曲工作者 戲曲音樂工作者 他們應該是對曾老師的 是感謝的 有一些單曲調裡頭 所呈現的一些 這些所謂的銜接 快慢銜接 還有一些 我們在戲曲裡面所說的 版式的速度的變化 其實都給我們現代的人 現代的戲曲工作者 很大的一個啟發 他的才藝啊 是多面的 可是外表看起來 就是很納悶 很沉默 他不會說 去侷限在一個 一個什麼風格裡面 他可以多方面 只要意境對了 那是他最主要的追求 一顆流氏 流到魚邊去 它是鄉文鄉文 啊不是啊不是 流浪不好流氏 流氏啊流氏 一顆月在暗上去 直到這樣子來 我唱歌的時候 五音不全 但是我寫出來的 都是很好聽 很奇怪